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现在看到这个 普种国中农历新年装饰被拆除的事件 好像又起了另外一个争议 现在看到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 是以找一书法争议来对比这一起事件 就是普种灯笼事件 那他的言论就引起了 找一文书法行动组织SCAD 总秘书阿伦多拉沙米的布满 他就认为说 不应该把两者混为一体 他甚至认为说 张念群的言论 已经挑起了种族之间的仇恨 应该要为有关的言论致歉 那么阿伦的言论 是不是真的去到那一个地步 我觉得还不至于 不过这是一个插枪走火的案例 原本大家应该把焦点 放在国中的新春装饰 在压力之下被拆除的事情 同时也应该要敦促 这些真棍不要再信封撞了 但是张念群的文告 却让不满着有了开炮的理由 阿伦说 从张念群昨晚的文告看出 副部长依然不明白 为何非穆斯林 反对教育部在小市的 马来文课本推荐 认识早一致单言 但还是发表了这些 他认为是无知的言论 那么国中新春装饰事件 与认识早一致是两码的事情 不应该混为一谈 那么斯盖对副部长的言论 是非常的不高兴 阿伦就认为张念群 与其发表挑衅种族之间紧张关系 更应该像挑起国中新春装饰事件的 这一个土权党的副主席 凯鲁阿战解释国家教育理念 他就认为说 你是一名教育部副部长 那你应该要解决这些问题 而不是要挑起事端 他就解释说 非穆斯林反对的不是三页 认识早一致的单元 而是未来的方向不清楚 包括小学五年级到六年级 还有中四到中五 他认为尽管张念群一直强调 学生只是认识早一致而无需考试 但课程及评价标准DSKP的文件 可以随时更改 副部长从头到尾都没有反对 认识早一致单元的 没有像这些反对认识早一致 单元的组织保证 未来都不会列入考试当中 他说目前没有任何教育部的官员 就连副部长本身都不清楚 未来的课程纲要 包括是否会把这些 认识早一致列为考试范围 那么既然那么确定的话 就应该白纸黑纸的说明 可惜今天都无法给予这项保证 OK我们再来看一下 张念群其实说了什么 他的贴文就指出说 乌医跟印医等非华裔庆祝农历新年 并不会影响他们各自的 这个族群的属性 他说就像是介绍三叶的找一文 也不会让非穆斯林学生 转换宗教的信仰 他就说找一文书法 是国语的文化遗产 而农历新年就是文化庆典 这两者是象征着大马的多元文化社会 另外沙登的警区主任就表示说 警方已经派遣警官到普总国中 去了解了整个事发的经过 详细的情况是需要等候警官 还有校方进一步的详谈 他就说由于学校装饰 是属于校内的事物 警方是不介入这件事情 而是交由校方全权处理 当然这是学校校内的事情 不应该也不需要惊动到警方 而这个课题已经引起了全国关注 多个党团陆陆续续发表谈话 除了谴责土权党 不是土权党 我给纠正一下 除了谴责土权党之外 也呼吁各自保持宽容之心 以帮助这个风波 让他能够快速的降温 是的 目前确实有很多人 看了这则新闻之后 内心很火 也很不高兴 甚至感到难过 那么我们过度情绪化的回应 反而会掉入这一些人的陷阱当中 因为他们希望 族群的关系越乱越好 对他们越有利 此刻我们需要保持的是理性 还有中庸 包括处理早一致 但原风波的时候 也应该保持这种心态 因为作为多元种族社会的马来西亚 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交融 了解还有对话 那么马来人或者是穆斯林 希望其他种族能够了解马来人 以及这些伊斯兰的话 与此同时 穆斯林也应该要主动了解 其他族群跟种族的这些文化 只有在互相了解的时候 才能够避免让这些有心人 是跳起族群跟宗教之间的矛盾 从而达到他们自私狭爱的政治目的 互相了解 大概是我们这一个年代 所有马来西亚人 需要去执行的一个功课 谢谢你关注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